欢迎光临来到亚洲大学文献讲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巧涵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郑佳美 今天的主题是如何经营网红经济 接下来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陈文倩陈老师 以及李轩老师 魏明老师和李渔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第一个走的是网红 他叫做李渔是时尚部落客 第二位是魏明 他是Yahoo的专案经理 他的专案就是负责很多网红 如何帮很多网红经营起来 然后他在台湾整个网络里头 怎么样把网络经营经营起来 魏明是非常重要的 很年轻但是很重要的见证者 因为到底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耿轩他是Yahoo TV的总制作 在Yahoo里头 他虽然很年轻 在Yahoo已经快要得高望重了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属于年轻世代的一个行业 然后这个行业呢 它其实正在完全改变世界 所有的人都知道实体商店正在消失 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将来你要 不管是你有理念 你要卖衣服 你要做你的文创 你不管要做什么事情 哪怕你有一个实体店 你都需要跟这样的一个网络宣传结合在一起 那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那这么大的一个趋势里头 我发现大多数的大学里头都没有教 广告系还不教 这个最严重 那广告系你再教的是 去教广告系的老师 都是属于他们讲的广告概念 都是现在广告公司已经快要被淘汰的产业 那你教出来的学生 他将来毕业以后到了广告公司去 或者是他真的到了网络世界 他可能可以学到一些 你如何抓住人们共鸣的技巧 可是其实在网络里头 人跟你这些人共鸣的技巧 可能跟传统广告非常不同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上这一堂课 很高兴 这两个都从台北特别下来 谁是摆盲东东 因为亚乎忙得不得了 那网络的特质就是天天都在作战 还可以网络晚上上线这样子 还要不管看点阅人数多少 我觉得它好像那种步步惊魂一样 那没得喘气 那时尚部落客呢 李渔是我们台中人 非常谢谢你 她的妈妈也在现场去 或者是我台中中的同学 她妈妈到现在为止 身材保持得很漂亮 我刚刚就灵机一动跟她妈说 你也可以去做时尚部落客 你叫做网红的妈 然后网红的妈妈 妈妈也可以当网红了 应该是这样全称 然后简称叫妈的网红 这一马上就红了这样 会不会红 魏明这样会不会红 叫妈的网红是有网 这样会不会红 你的麦克风 呃 你干嘛笑这个口气 呵呵呵呵 这算什么 嘲讽吗还是OK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所以这可以红吗 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的 不是啦 你的答案很像政客的那种搞什么鬼 妈的网红到底会不会红 妈的你可不可以讲快 讲清楚一点 我们今天这两天那个老人女后 其实最近很多这种比较年长者的网红 年长者的网红 谢谢喔 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在YouTube或是在其他平台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创作之出来 然后他们吸引的对象其实就会是很多跟他们大概同一个年龄层的 这个在现在的网红时代反而是一个男孩 是一个男孩 对对对 它是一个很值得开发 那所以他的名字在这个时刻应该是取我们以为很有趣的妈的网红 还是要符合长辈喜欢的 其实我觉得只要有足够的记忆点 蛤 有足够的记忆点的话就都很适合 所以妈的网红这个可以 我觉得非常好 好谢谢 妈你讲那么久才讲清楚 好谢谢跟你开玩笑 然后我们先请耿轩来帮我们warm up一下 因为你每次你很热情 让所有的人先开始谈一下我们几件新闻 我们先来看一下 网红经济的追踪者数量多少才能够成为一个经济规模 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 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然后我们请耿轩开始回答 因为你是整个总制作 然后待会我们请为您补充 可以吗 谢谢 好各位来宾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开心文倩邀请我来 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网络的一些经验 那各位同学也都知道 我们不敢说 因为我们是雅虎嘛 那雅虎也知道 就说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的确雅虎不是网红最著称的一个生产地 但是呢我们过去做了很多跟网红有关的事 所以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现在一个最新的趋势 因为这个题目一开始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讲到了 什么规模是多大才可以形成网红经济 其实现在非常有趣的是 这一两年其实非常非常流行的是 网红的规模是越小越好 倒不一定是大才是好 因为呢最近呢反而有一个新的趋势 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 奈米即网红 什么叫奈米网红呢 奈米网红就是说 他的粉丝的追踪人数 可能只要有1000个人以上就可以了 好对同学来说应该很有激励作用 因为你把你的朋友找一找你可能就快要1000个人了 为什么会流行新的所谓奈米级的网红呢 因为呢他们其实发现呢 有现在有所谓我们过去看重的网红 我们会把它分类 比如说100万以上的追踪者 50万的追踪者 甚至是10万的追踪者 过去看得上也是这样的等级 可是他们发现这样子的网红 他有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因为他的追踪人数太多了 所以这些网红他本身跟他的粉丝的互动是非常少的 然后他们发现说 如果是如果你的粉丝只有1000人到5000人 可是呢就是因为呢 我是一个小网红 我是一个奈米级的网红 所以呢事实上我跟我的粉丝 只要有人来发问 我都觉得哇好开心哦 我都很愿意跟他认真的互动 所以他们就发现呢 在这个数据上就会发现 反而是粉丝数少的网红 跟他的粉丝的互动率是高的 然后当他跟粉丝推荐任何东西的时候呢 粉丝的相信度也会比较高 因为粉丝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跟我很亲近 而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远 那所以呢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化妆品公司 或者是一些行销公司 他反而现在非常喜欢这种 所谓的奈米级网红 然后他们就会结合这些 非常非常多的奈米级网红 一起来做行销 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化妆品公司 他推出了新的化妆品的时候 他的旗下可能就要至少有50个到100个 是他们一起在合作的奈米级网红 那这样的一些奈米级网红呢 帮他做行销的时候 因为你跟这些网红 你可以跟他觉得 你跟他的关系非常非常亲近 所以你就很愿意跟他做朋友 所以这反而是这一两年来 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 那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数据调查公司 都在研究说 哪些奈米级的网红 跟网友的互动关系是最好的 那么他们就比较愿意把行销预算下到这样的网红身上 所以我就一开始先讲一下 这个是所谓新流行的奈米网红 那接下来魏明可以补充一点 魏明你补充 好 我补充一下 首先呢我在来之前 就是我跟耿轩其实没有ray过 所以他把我要回答的问题都讲完了这样子 让我现在很尴尬 但我还是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 稍微补充一下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其实在不同的内容领域当中 比方说今天你是做时尚类的 或是说你是做可能偏生活类的影片 其实不同的领域当中 他要凝聚成一个所谓有网红经济规模的粉丝的背时数 是不一定一样的 以台湾这个市场来说 以往我们来说我们看不要说偏时尚类的网红或是KOL来说 他们需要的粉丝数是比较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跟他们的粉丝之间那个黏着度通常是高的 比方说台湾很多这种 这种破百万 甚至两百万订阅的这种YouTuber 他们的影片可能是比较偏生活类的 他跟他的粉丝之间连结不一定那么强 当他要从他的粉丝上面要 我们讲兑现变现 要有收益的时候 他不一定有这些可能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这些网红 来得这么的有效益 这么的有效 所以这个问题会根据你的内容类型 会有比较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我们说的事情是 你创作的内容比较偏向这种品牌价值比较高的 比较有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品牌产业在里面运作的 这样子的类型 其实他的经济力通常会比较强 通常会比较强 但是你能否真的从你的粉丝身上变到线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还是取决于你跟你的粉丝之间 你们之间究竟是怎么互动的 你们的连结性有多强 以现在刚刚点轻提到的说 现在是这个所谓的奈米网红的这个时代 就我们过去实际上有操作过的例子 有实际上去付钱去做行销的例子 现在很多很多的这种品牌公司广告公司 他们在挑选网红来合作的时候 他们要求的门槛其实是数量 而不一定是质量 不一定是质量 很多时候他们会要求说 我这一档我可能有100万的预算 麻烦你帮我下给50个网红 然后他们的门槛可能是1000粉丝2000粉丝 他们就可以就可以愿意了 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趋势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觉得其实当你要跟 开始做变现的时候 其实是看你跟你的粉丝之间 你们之间的那个互动程度强不强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在Facebook上有一个做导购 很厉害的一间公司或是一个KL 他就是486先生 486先生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电商导购 他的年营业额可以高达20亿台币左右 但是他的粉丝数真的有到那么的多吗 没有我刚刚去看大概86万左右 事实上还没有破百万 那这就是当你今天你的内容 跟你经营的方式会决定 你究竟是否能够好好的完整的变现 那这个是我想要补充的地方 是 你刚刚讲了几句话吧 帮学生再追问一下 什么叫做取决于你的内容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他的内容你要不要具体跟大家讲 因为他还是很大的一个网站 以台湾的Facebook来说 快要八九十万的追踪者 那他用什么方法去产生互动 因为这跟刚才耿轩所说的 他不太可能一个一个回答问题 而且他这下面的留言会被筛选掉 所以他用什么方式去产生最有效的互动 那其实所有的内容创作者 在做内容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这也是让你的粉丝会喜欢你最大的关键 就是你要看 你要听 听你的创作者对你的反应 像以四八六先生这个例子来说 因为他是专门做团购的 他在网络上他的品牌的形象已经很鲜明 他就是做团购 做导购这样子的流程 所以他的每一支影片或是他的每一个贴文 当他要开始进行这种所谓的商业贩售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很真诚的 很诚心的 把他认为这个产品有的优点 而这个产品也确实存在了这些优点 或是缺点 要好好的介绍给他的观众 或是他的粉丝 因为他的粉丝已经认知到说 我到你这个粉丝团来看你的内容 我就是期望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那如果我这一支影片 你创作者没有满足我的需求 会有非常多的粉丝或是观众会在你家留言 告诉你他们想看什么 或是他们会给你建议说 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去进化你的创作 那这样子只要持续地听取观众的意见 其实就可以让自己的内容越来越好 那你的内容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自然然就会吸引到 就是跟你的内容有共鸣的人 他们就会成为你的粉丝 进而最终会愿意掏钱给你 或是买你推荐的商品 那我们接下来请问李宇 李宇你的网路follower有多少人 你的Facebook 我其实就是像刚刚魏明跟耿轩讲 我其实就是奈米网红 在这个大产业来讲 我大概十几万出头 十几万出头 对 十五万 人家讲的奈米是一千两千 可是其实就像他刚讲的 在时尚产业的网红来讲 跟真正的几百万 甚至现在有到千万了的大型网红来讲 我们真的是算奈米的 只是因为在时尚产业 就像刚刚提到的 其实现在群众 其实转向的是分众 所以每一个产业 有不同的意见的领袖 其实可以带领更多的 followers去follow你 所以我大概是十五十六这边 OK 你念的是辅仁大学什么 对 我念的是意大利文系 但是我意大利文系 毕业后我立刻到米兰 再去学一个时尚的学位 时尚的学位 然后一般人们对网红 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就是都要穿很辣 我今天没有很辣 你今天让我超级失望 害我穿这样了 我已经六十几岁 跟你妈同年的人 你还穿这样了 我也是可以开到肚脐这边 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 应该没有吧 各位同学 我们没有这个 我们有人有这个需求吗 好 没有 谢谢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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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还是需要这样 你们才醒得过来 OK 请问你 你在那个时尚部落阁里头 你用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你很年轻 对 那你一定是在网络里头出了名 并不是从演艺圈 或别的地方出了名 对 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人们 they trust you 相信你的 taste 你是用什么方法 开始经营的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故事 我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意外 它其实是我在米兰的 学位的毕业制作 那时候我在米兰念书 念了三年 这三年之中 因为我是全班最老的大学生 毕竟我大学已经毕业了 才去念了 所以我觉得我老天爷要 我觉得不能浪费我任何一个 生命中的任何一段时间 所以这三年内 我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摄影助理 包括住外采访 所以最后在做这个 毕业制作的时候 我不想要像其他同学一样 只做一个所谓的作品级 或者是摄影级 或者是anyway这样的东西 我想要做一个 我未来在业界里面 你可以使用的 可能像是我的 一个portfolio这样的平台 那那个时候是2012 2013年 刚好是部落格 正在起飞的一个年代 所以我同时 我又不想要用 匹克帮或者是 无名小站这样子的平台 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 wordpress 它是一个 个人创作的网站 然后把我这三年 所有的作品放上去 或者是所有的报道 跟我看到的一些 国外的美的事情的资讯 都放上去 默默的发现还真的有一些 亚洲的在学的学生 不管是学设计的 学艺术的 或者是对时尚有兴趣的同学 他们真的想要看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在国外慢慢的 可能是因为我的所学 让大家会觉得 你讲的话还蛮新鲜的 因为我真的住在那边 跟做了编辑采访这样的身份 大家可能变相的会 比较相信一些我讲的话 你现在是双死杀手的时代 来 你带你来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Facebook上头 或者你在你的部落里头 你表演吗 我觉得做网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表演 不管你是哪一个方面 哪一个产业 哪一个知识领域的 其实它就是一场表演 表演都要像你刚才动作那么骚吗 我刚才很骚吗 你觉得至少比我们少很多 真的假的 我在旁边很紧张啊 为什么 我跟你讲 这种手势讲话 其实是跟意大利人学的 有一个笑话是 你把意大利人手绑起来 他就不会讲话了 就放在后面 你可不可以教我们Andrea Bocelli 他如果用意大利法文怎么发文 他叫做Andrea Bocelli Andrea Bocelli OK Bocelli Andrea Bocelli Poverati呢 听起来好像一个萝卜一样 听起来好像一个萝卜一样 有可能 对 但我没有去看官员 我在米兰的时候是穷学生 我没有办法进行这么高级的消费 OK 所以你后来就进行了很多的表演 那表演的诀窍是什么 表演的诀窍 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跟我的读者讲的 就是因为在亚洲的视听众 我们很习惯看到漂亮的女生 我们很习惯去follow一个主流漂亮型的 就是漂亮的长相的人 但是我那个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非常不愿意表演 因为我觉得一定没有人想要看我 我就是单眼皮 然后其实我也不是很瘦很瘦 像模特儿一样的网红 所以我在意大利其实 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是 他们一股无法抹灭的自信 跟怎么打要打不破的厚脸皮 后来我把这些东西运用到我自己身上后 我就开始去面对这个所谓的镜头 透过镜头一次一次的练习 找到自己比较独特的角度 找到自己虽然是来自于我自己 但是读者能够产生共鸣的一些表演的方法 但我觉得主要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 找到自己笑的方式很重要 笑的方式 笑的方式 我其实很爱笑 但是小时候对于我的笑容 是非常没有自信的一个人 因为我一笑起来眼睛就不见了 眼睛不见了 在亚洲就很容易被定义成 不是很漂亮的女生 所以我小时候其实被漂亮这个东西框住 那我一直在镜头面前表演 不管是平面 或者是动态 其实我就是想要让更多的亚洲女生知道说 你只要有 第一个你有自己的专业 其实专业是现在最重要的表演 从小 从小我的妈妈 那位妈的网红 带我上了非常多才艺课 不管是钢琴啊唱歌 各式各样的才艺课 所以让我变成一个非常爱表演的人 但如果是表演 在我们那年代大家可能会说 你是要当演员吗 还是你是要当歌星 还是你要出道当模特 但我后来发现原来透过网路这样的平台 我可以透过我的文字 透过我的另外一种说话的样子 去做出更多形态的表演之后 哇 我就一路就狂飙飙出去了 我很来请教耿萱 你也看过各种类型的网红 那鲤鱼是一种 我其实刚才在做一个好玩人的表演 我就交头 让后面的人怕了 以后我在生气 然后觉得砰砰 然后跟大家开玩笑 就是双子杀手这样 就说其实表演有很多种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在问她表演 我就故意搞这么一弹 月翘的 可是我也看过 有的就是哇 这个全身都是刺青像馆长 然后蔡阿嘎是另外乡土巨型的 她是网红里头的卢广忠 这样讲的对卢广忠 会不会不好意思 就是其实网红有很多种 然后她是stylish 那时尚产业如果像蔡阿嘎 就死定死翘了 对不对 馆长也是 那所以你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就什么样的网红形象 就会带动她什么样的网红经济 好 这个地方我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呢 网红这样子简单来说 我先讲最简单的 其实网红有大概有两种类型 那等一下如果 当然细分可以分成很多种 可是最主要的概念是 我们在YouTube上面看到 有一种是所谓 我们叫做娱乐型的网红 就是比较大众型娱乐型的 其实各位看到的 不管是蔡阿嘎 甚至我觉得广义的馆长 都算是属于这一类的 她是走都是走娱乐类的 她的主要的诉求对象是 不确定的大众 就是大家看完她的内容 觉得很爽很开心 那这就是所谓娱乐型的网红 可是另外一种网红 我们把它称之为 专业型的网红 那的确这两种网红 她带动的经济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举个例子 所谓的专业型的网红呢 也就是说呢 其实我的朋友 她在Press Play工作 就是手上非常多的网红 都在她们家手上 她们其实经过了 非常几年的这个学习之后呢 她们也是思考过 这两种网红 她应该怎么走她们的路呢 各位可以看到 很多人大家应该在座 我相信在座年间 可能没有人不知道千千 千千近时钟的千千 所以呢各位想到千千千千千 虽然概念上是一个娱乐型的网红 可是大家只要想到千千 就会想到吃 所以呢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网红呢 她们就会去帮她开发 她的周边 也就是呢 各位可能 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的千千面线 千千半面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像这种所谓的 比较偏向专业型的网红呢 她们就会开始帮她们发展 她的周边商品 那这个例子呢 除了是千千之外呢 比如说最近还有一个叫做 汉娜妞的 然后她就是跟这个叫做 美儿快这个电商公司 开始出产她的衣服 然后呢甚至说像另外一种 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 她也是以时尚著称的 其实就是隋唐 隋唐呢其实跟一个前 OB严选的电商公司的老板 她其实也开了一个服饰公司 她叫做 我看一下名字 叫做 相信美学 然后呢也是卖衣服的 所以呢慢慢的这些网红呢 她其实就会开始分类 有一种呢 是她的专业见解 比较容易 就像就连曾国成也是 她也算是一种非常广义的网红 她因为一天到晚主持美食节目 曾国成卖什么 我觉得她只能卖面 半面 半面 她是专卖如何节省跟小气才对 没错 就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曾国成这个形象 而且她好吃她讲究CP值高 所以呢她在做半面的时候 她的诉求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方针 所以呢我也去看了一下 曾半面目前是各大电商 卖的最好的半面 是全台湾卖的最好的曾半面 所以呢她这个地方就 开发出了一种所谓的 专业型的网红 这些专业型的网红呢 她的下一步 常常都会跟产品生产是互相连结的 可是呢还有一种是不一样的 就是所谓的娱乐型的网红 娱乐型的网红呢 通常发展最简单 大家也最常看到的 其实就是商品的置入 而且呢的确像文倩刚刚讲的 其实她们已经逐渐的取代了 所谓的广告公司 而且她们直接就是接广告公司的发稿 所以呢像我的朋友的经纪公司 就是 Press Play 她们现在几乎所有新进的员工 全部都是从广告公司去的 那因为呢她们做广告公司 她们对广告公司有概念 那接下来她们就直接接客户的发稿单 就说以后呢过去她们认为说 比如说我举例 我要拍一个 随便我要拍一个化妆品的广告 如果呢我现在呢 我如果找李渔来拍 那可能李渔本身就有十几万的粉丝 李渔本身就可以带动她十几万的粉丝来看 可是如果我是用传统的发稿方式 我要先去拍广告 拍广告之后我还要投入预算 所以对广告公司来说她觉得划不来 于是呢她们就会喜欢把预算 下到这种所谓的娱乐型的网红 所以呢我的朋友她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其实在跟很多广告客户谈 她就会直接游说广告客户 把所有的钱都投在她们的身上 因为这样子呢她们直接拍一个东西 拍的时候呢就自带流量 这样对她们来讲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就会变成网红有两大主轴不同的方向 这个方向分别是娱乐型跟专业型的 她们就会做不同的切割 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大概概念上是这样 但是听起来我们好像需要一个网红学校 来请教卫明 那听起来有隋唐有曾国成 可是她又讲了好几个名字 我是签签什么我都没听过 就是两个 我们现在台湾在这个 对我这种老太太来说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 但是我想请问你 演艺人员在这里头有优势吗 会不会很多人他一开始都会觉得 我怎么跟这些演艺人员比 还是你看到其实根本没有差别 好 我先直接回答一个问题 颜值这件事情 你长得究竟是否像明星这么漂亮的这件事情 在网红的这个世界里面 它是一个加分条件 但它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基本上你只要 在影片里面看起来顺眼就可以了 那顺眼这个条件其实也很宽松 因为总是会有一群人觉得你顺眼 有一群人觉得你不那么顺眼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维持自己的形象 然后让原本喜欢你的这群人 持续的更加喜欢你就可以了 其实我一个自己过去操作过的实际的经验来说 我在加入YahooTV这间公司之前 我也是一个YouTuber的这个合伙人 那他叫做谷阿默 他是一个讲这个电影评论的一个创作者 那其实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他的影片 或是看过他的本人 他的本人的颜值其实是还不错的 那我跟他当同事当了好几年了 然后一直觉得哇你长得那么帅 那你要去做影片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就是一开始就露脸呢 其实后来讨论的结果是 这一件事情他本身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摆在后面再来做铺陈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他从开始他开始创作影片开始上片 直到他在台湾的Facebook有200万粉丝 在中国大部的微博有800万粉丝之前 其实他都没有真正的露过脸 他第一次露脸还是去参加了一个上海的 一个所谓的微博办的那个网络红人节 那他才正式的露脸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加分条件呢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必须说我认为传统的这个演艺圈 他的吸引观众的那个模式 跟网红吸引观众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传统的演艺圈其实他们是靠着高颜值 靠着包装 他某种程度来说 艺人明星跟观众之间 他是必须要一个距离感的 他是从距离产生的美感 导致产生一种崇拜 或是一种跟随的一种效应 可是在网红这个时代 因为网路把大家都牵在一起了 所以当我不论是看你的影片 或者是说我只是看你的Facebook 我看你的IG 我在看你的发言的时候 我跟你是很紧密的 我跟你是需要有共鸣的 我才会成为你的粉丝 所以其实这两种不同的产业 其实他凝聚粉丝的力道 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网红这个产业 其实你只要真的真的 像我刚刚讲的 只要大家觉得你看起来还蛮顺眼的 OK 蛮有亲和力的 或是你说的话我听得懂 那基本上他就达成一个必要的门槛了 我们在座四个人 我觉得你不错 颜值很好 而且你没有很瘦 我看得很顺眼 谢谢 因为这个世界上瘦的人比较少 对不对 谢谢 他够瘦 所以他讲时装品牌 有他的笑意 那耿轩很热情 那我这么老 这四个人 谁可以做网红 我还是必须说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 他自己适合的族群 做好一个网红的重点 耿轩适合卖什么 要卖掉你的同事现在 我觉得 他不一定适合卖东西 可是如果他以一个 比方说 以一个女性高阶主管的立场 在网红上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他工作的一些心得 其实他绝对会有很多 崇拜他的粉丝 我相信绝对是做得到的 所以他不是去谈网红经济 而是要去做女性主管 可是女性主管很多啊 但以这个社会来说 其实我们说 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 你怎么去吸引到你的粉丝 最怕的就是 你做一个设定 说我虽然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 可是我要做这个内容 通常这样子 是吸引不到你的粉丝的 你懂什么 你是什么人 就把你展现出来 这是最好的方式 那你呢 你适合做什么 我啊 我就适合当这些网红的这个 这个幕后的这个伙伴啊 我觉得我是比较适合做幕后的人 所以Maybe 我也可以出来分享一下 我在网红界的经验 或是我来到 到这个影片通过之前 我其实是电竞圈跟游戏圈的人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在这些业界的一些经验 一些体验看法 那我适合做什么 你可以骂啊 你本来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网红了 你不需要特别再做什么了 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你啊 文倩姐 这个我是说 假设我不叫陈文倩 我长这个样子 我现在61岁 我这副德性 我适合做什么 我假设我是Nobody 因为您有很深刻很丰富的 对事情的看法跟观点 不论您是要讲世界的政治 或是您要讲思想 其实都一定可以找得到 会喜欢你的内容的人 如果去卖美食呢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我们怎么把内容 跟你连结在一起而已 OK 所以 所以会有适合你的 调性的美食可以介绍 我如果去煮饭呢 它很破坏的形象 那要看您本身擅不擅长 我很会煮饭啊 那当然也很适合啊 因为做这种事情 因为以前做美食的人 你看美食就是 陈美凤她身材也很好 而且人们觉得她也是 虽然身材很好的传统女性 对吧 然后更早以前 叫傅佩佩 那个太老了 可是即使现在做美食 要不然就曾国成 可是她们跟专业女性有差距 然后专业人士也会觉得 我是不是该进厨房 这样我讲的对吗 那我一直常常想说 我从来不接任何商业广告 可是只要有两种广告 我就去接 第一个洗衣机 这是好笑啦 因为我不会洗衣服 这样 但是煮饭我是很会煮饭的 如果有人叫我去做美食节目 然后我就找一个很会做美食的人 在旁边叫 我就当场煮给大家看 比方说 即使你很成功的社会 即使你在社会里头很有地位 或是你很不错 你很专业 然后你会讲很多各种不同的 我还有一边煮饭 还有一边讲说 哎呀 这个餐厅的来源是什么 以前谁最喜欢吃这个菜 还可以讲一些这种东西 然后这样会不会红 其实在网红这个产业来说 反而是一些原本已经 在其他领域已经很有名的 大大有名很成就的成功人士 他来做一些有反差感的东西 反而也会在这边 有一个很很很红的一个可能性 我现在告诉他 他不要只要给我开倩吻了 我应该开 我这一生最大的 我这一生最大的 我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做美食节目 因为我一旦做了美食节目 我就完全可以不用减胖啊 Am I right? 其实这主意蛮不错的 对不对 Am I right? 因为你一直吃一直吃 我就是我做美食节目的差别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吃 吃得很开心 胖得很开心 不用像陈美鳳身材那么好 然后吃完了还比郑国厂长好看一点点 这样可以吧 这样可以成立 这是开玩笑的 但是回来请教一下 魏敏 您刚提到就是说 很多成功的例子 那一个人 他如果在经营的过程中 他不能转化为现金 他失败了 或是他followers不够多 他一定要找到how to 是不是按照你讲的 每个人都可以 以前Andy Warhol说 每个人都有15分钟 你的逻辑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他的特质 最怕的就是 第一 你找不到你的特质 第二 你再说一些你不擅长的事 只是别人在做什么 你就跟进什么 李玉在做时尚 你就跟进时尚 可是你没有想过说 李玉可以做时尚 是有他很多其他的条件 其实不只是他从米兰毕业 还只是他得到了 意大利的某些真传 然后他真的有 他的表演的天分 然后他不在乎 他的眼睛是双眼皮 他觉得 不是太大的双眼皮 他无所谓 他不会很愚蠢地去割双眼皮 让自己有他的特色 所以其实有他的特色 这件事情你自己要找到 就是我们说 人生一定要如此 网红经济也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一个人 现在我们在下面 可能有些同学 他可能想说 我想在网红里头 我想进一个餐厅 我的梦想 可是我如何通过网红 去贩卖我的餐厅 我举个例子 我们case study 用这个做例子 你们大家来发响 包括鲤鱼也帮忙发响 OK 我今天要进一个餐厅 然后这个餐厅很有特色 东西已经非常好吃 然后呢 可是他们如何在网路上更红 怎么样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觉得你已经蠢蠢欲动 你要让手 如果今天的目的是要 是推广这个餐厅的名气吗 增加这个餐厅的客人吗 好 那如果是这个方向 其实一般来说 会有两个路线可以选择 一个路线就是 因为你的菜很好吃嘛 然后你餐厅也很有特色嘛 其实你可以开始 把你的这些特色 把你这些好吃的东西 你可以开始制作成一些 简单的食谱的分享影片 那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你用一个比较具有知识性的 刚刚耿轩也有提到 偏专业人士的角度 来进行分享 那当然你的影片 不要做得太严肃 或是说不要做得太漏漏等 让大家可以 在看完你的影片的同时 既觉得这是一个好吃的东西 我好像可以学到一些什么 那其实这是很多 现在做一些餐厅相关的一些 创作者在经营的时候 他们会采取一个路线 比方说其实有一个 叫做盛凯斯的创作者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他有一个这个花场的厨艺教室 他常常就是在Facebook 在YouTube上面 会分享一些他的一些料理的方式 都很简单 很家常 那这是一个方式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 当今天餐厅有一个特色 那虽然我不晓得 餐厅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他可以 以这个餐厅的特色为发想 去转化出一个人格 或是一个角色出来 他可以在社群平台上面做经营 比方说我今天 我餐厅的风格是很前卫的 那我可以在我的这个Facebook 或是我的IG上面 我可以用很多这种 不一定是餐厅的 可能是时尚的 可能是生活的 用这种很前卫的风格 然后统一地 一直跟我的这个观众来经营 来做分享 好 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平台 Facebook 现在看起来是主流 可是有一天 他可能会改变运算方法 而且他会成为末流 现在他越来越老龄化 那如果同时做网红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有同时好几个平台 That would be safer 会安全很多 其实社群平台它是有高有低 有起有福 那其实像Facebook这个平台来说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感觉 就是大概现在的大概二十岁到三十岁 左右的这个时代 其实相对来说他们用Facebook用比较少 大家可能就往IG去 甚至在有些年轻的往TikTok去 那但是啊 其实从我们的观察 其实反而再年轻一点的 就是我们以前在做 那个果阿木的影片的时候 就有这个很明显的趋势 再年轻一点的 大概十二三岁的 一批使用者 反而又因为这样 又回到Facebook来了 所以其实他就是 有起有福有高有低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社群平台 他终究有退场的时候 可是社群啊 社交这件事情 尤其是在网路上 进行交流这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刚性需求 他永远不会被削减的 他永远不会消失的 今天当这个社群平台下去了 一定会有一个 取而代这个社群平台上来 这点我觉得 大家是可以不用担心的 我替他们担心的是 比如说 他是不是应该同时 经营好几个平台 那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看说 今天每一个社群平台 他有他不同的调性 跟他不同的TA在上面 你做的内容 你想要掌握的那个观众族群 究竟在这个平台上 多还是少 深还是浅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即使 经营同一个平台 不同的平台 相同类似的一个餐厅内容 可是你应该放不同的内容 绝对是不一样 比如说Facebook 他可能最近都是图片跟文字 比较受欢迎 然后Instagram就还是照片 然后YouTuber就还是影片 所以你在 然后文字绝对没有 可是呢 你如果用这个影片的话 在Facebook上面 你现在越来越运算 越来越触及率越来越低 所以即使你同样经营三个平台 你不是放相同的内容 你要根据那个社群的特质 放不同的内容 那也正因为不同的内容 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餐厅 或是我一个文创产品 所以它的卖相 就变成放Instagram 对不对 然后呢如果是以感人的故事 那如果它可以拍成影片 就YouTube 它是用文字叙述的 看你自己个人擅长的是什么 如果你很擅长拍片子 很擅长表演 那你就用走YouTuber的路线 如果你的文字非常好 那你就应该去走Facebook路线 这样对吗 我觉得文献姐非常的专业 你要不要就是 可以开始扩大经营您的 整个的社群平台 让小德来问您包装一下吧 我想去当你的幕僚啊 我现在很想去年轻人的地方上班一些啊 一天上一天班当客船 这样很好玩嘛 不过啊 因为的确就像文献刚刚讲的 这的确会有一个问题 其实之前就有发生一个 所谓的YouTuber burn out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崩溃了 因为实在太累了 然后要经营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然后每一天每一个礼拜 都要想不同的点子 变成非常焦虑 而且会想不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像刚刚那个题目 其他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方式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 只是想要推广一间餐厅的话 各位还记得 刚刚一开始就有很多奈米级网红 说不定你给他两千块 他就愿意帮你推广 所以呢这时候呢 就不见得每一件事都要自己做 也是可以找边直接置入座 像我的同事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小 他是微奈米网红 他常常收到很多邀约 连钱都没有 人家就说让他去试吃或试用 这样子 那也是OK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 愿意试吃试用的人 他一个人如果可以影响五十个人 其实你的生意就已经 你的餐厅生意就还蛮爆满的 所以你提供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不要自己经营 可以分工 果然是主管出身的 来 李渔你的idea是什么 我的idea是我想到前阵子 统一面的那个广告的方式 他其实是把他的料理 甚至是他的整个故事脉络 变成一个跟人有交流 有互动的故事型 故事型推播 什么样的故事 他其实是在讲每一个角色 他们不同的背景 其实就像每一个网红 每一个KL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故事 那他让 他用那个统一面肉造面 去改成不同的创意料理 所以可能这个女生呢 她可能是一个模特儿 然后她每天在下班的 两三点会去她这边吃面 那老板看到她呢 就会说 你今天辛苦了 我又帮你准备了这个这个什么面 那里面呢 他用个低卡的东西 然后帮你把酱料减拌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他同时就用了一个很温馨的故事 又打动到了可能是 时尚方面比较感兴趣的 读者的一个注意力 或他们想要去购买的这个动机 那他其中还有包括很多情侣的故事啊 父母 父母 情侣啊 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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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情侣跟统一肉造面可以有关系 这个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 一些 闯起之间 好 不好意思大学生 还有一些 亲情的故事 爱情的故事 等于说是把人跟人 其实是真的 after可能需要统一肉造面 对 事后面 蛮好 诶 事后面 怎么样 这可以做 但不一定能播啊 对 所以我说如果我是以KOL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主要是故事型的行销 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会follow所谓的KOL 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漂亮 或者是他特别的有专业 而是他们为他的背景跟他的故事有共鸣 我刚才说你单眼皮没有去割双眼皮 你有生气吗 不会啊 完全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那就是你要的 对不对 就是去割一下双眼皮 其实主要是割双眼皮 我觉得我看了很多 割失败的 对 割的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我看所有东方的模特儿 只要在国际模特里头有地位的 只要是东方的一定是双 单眼皮 对 因为他根本没有必要用一个双眼皮的东方模特儿 对 那对他们来说东方美就是一种想象的美 那我们东方人因为后来的美学都是跟着老外嘛 就是以西方的电影为主 所以我们的美学概念都被改变 轮廓要深啊 鼻子要高啊 眼睛要很大颗啊 诸如此类的 那大概那个几个最有名的几个模特儿 东方模特儿 刘文啊 菲菲啊 对 杜鹃全部都是单眼皮 全部都是单眼皮 其实我之前在跟老外说 你看我的眼睛我没有那一条线喔 他说真的耶 怎么会有这种眼睛 我说excuse me 这就是我们亚洲人特有的一个没有那一条线的眼睛 他就说哇 好漂亮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在国外出国了之后我才发现说 审美观这件事情其实跟 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事业 所以你看到了世界上更多的不同的人对美的一个定义 你可能会回头过来发现自己其实有非常多我们不知道欣赏 但是非常多人喜欢跟想要的样子 那我刚才已经说的一个问题 当你使劲浑身解数 结果增加追踪者很有现实 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每天的一个每天早上醒来的梦魇 早上起来一定先看我的所有的社群嘛 然后前阵子因为IG的政策改变 它现在就在大砍所谓的僵尸粉 可能是它成立阶段的时候 就被不同的品牌或厂商注册很多的僵尸粉 所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突然掉了两万个粉丝 我就是白眼翻到了一个天边 想说OK啊我就是过去一年的努力 你又付诸流水啊就这样就这样 我大概黑暗了非常非常 多久 大概快一个礼拜 可是你是被砍掉僵尸 它本来就不存在啊 对就是我身边的人后来是这样安慰我 我就说可是这个 本来就不是你的粉丝 它本来就是一些空壳啊 它并不是说你今天做什么事 粉丝退追你退追了两万 从不拥有何必谈失去 说得真好 但那时候我就很低沉很 但是其实我觉得当你使劲浑身结束 结果增加的粉丝很有限 第一个是你要有坚持下去的一个耐力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耐力战 我做我的平台做了六七年 六七年只有十五万粉丝 其实非常的慢 以现在YouTuber粉丝攀升的树木来讲 但是因为每个网红的内容 它的内容跟视听众有非常大的关系 像年轻世代非常喜欢看搞笑影片 娱乐型的影片 那我又很爱讲一些就是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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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或者是其实时尚在台湾这个产 整个产业来讲 读者的兴趣其实没有那么高 那这种时候我就会慢慢安慰自己 觉得说没关系 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的低潮就不做自己该做的事 但同时我也会积极去拓展其他的可能性 像说我会想说喜欢时尚的读者他还会喜欢什么东西 前阵子我自己开拓了一个新的东西叫暴走厨房 就是我很爱做菜 但我一定不像文倩姐那么会做菜 但我其实很爱做菜 因为我妈妈从小就很爱做菜 我外婆也很爱做菜 所以我开始在我平台上分享一些跟做菜相关的事情 那因为我厨房很小 所以会这边撞一下或那边掉一点东西 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很暴走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叫他暴走厨房 殊不知收视率还真高 因为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不会做菜的人 他们看到这个然后发现 你这样做完最后出来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一道菜 而且是时尚人士在吃的菜 一定第一个可以维持我的身材 第二个可能可以养颜美容 所以大家反而是因为我的时尚的出发点去 对我其他身边的事情感兴趣 而且找到更多的共鸣 所以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要去突破 发现你身边其他的可能性 这是我目前在做的事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美食节目有一个缺点 就从以前到现在的美食节目都是那个人要在厨房做菜 我刚才有跟他讲说这种节目 其实这个节目是doesn't work 像我们现在有Uber Eats 然后餐厅那么便宜 然后大家都好漂亮的餐厅都小假竞争 然后呢你去了一个supermarket 它已经有很多饭都已经一个超级市场 它把很多东西都做好了 然后你只要热一下大致处理一下 你只要有能力摆盘就摆着啪啪啪啪啪啪啪 Uber Eats 走 如何点菜 它不是在那里做菜 我可以做 露一手给你看 但是我告诉你 同样我做这个菜 我肯定要花多少钱 多少时间 那我这个可以胜过正国城 我去叫Uber Eats 因为我还要去采购 我去采购的这个时间 跟我去买东西的时间 然后再回来煮的时间 这个时间我如果换算去做别的事情 我的salary 工资是多少钱 可是我自己煮这顿饭 虽然有它的愉悦 但是我叫Uber Eats 我跟人家共享 人家可以促进别人的经济 人家就是这样子 那我就变成很少的钱 可以买到很多的不错的不同的食物 文正姐很厉害 这是现在付Panda的广告耶 真的吗 投放在YouTube 然后我就觉得可以点好多个 我就在讲一个节目的时候 你就当场说 我告诉你我从小最大的本事 不是做菜 是我最会点菜 而且我专门点一桌菜 大家都快要疯了 那你只要很会点菜 然后知道这家餐厅好吃什么 这家餐厅好吃什么 Uber Eats 买这个买那个 然后我就摆好一桌给大家看 弄得漂亮亮亮的 然后在盘子弄得很好看 然后这里就配上时尚说 当你吃统一肉罩面 你应该穿什么衣服 对吗 with a courtesy 你这个统一肉罩面从我 和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所以它变成是已经返五十年 半个世纪 它喂养了多少人 从什么女工 然后到我这种可能外婆生病 自己就要去靠一个统一肉罩面 过日子的小女孩 然后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还可以摩托而去吃 它走过了多少岁 走过了多少东西 它是一种古老的滋味 永不退去的记忆 以及不断更新的时代内容 所以你就不同的人 穿不同的衣服 啪啪啪啪啪 在影片剪出来 这也很好看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 其实现在要开一个美食节目 它都应该 不是以前在厨房做菜 它都应该 在厨房准备一些东西 然后同时用 你只要做一道菜 其他一桌其他菜 都叫Uber Eats 所以你做一碗一道菜 整桌菜已经完了 温明你觉得这样有没有道理 温明你觉得这样有没有道理 温明我觉得真的非常有道理 事实上现在最近 就以这一两个月来说 很多的创作者 我们讲YouTuber 其实他们的影片 都会跟这些 确实都会跟这些外送平台 有一些关系 比方说刚刚讲的千千进时钟 他是现在台湾最红的 大胃王的创作者 他最新的这支影片 就是他去叫了三间 不同的外送平台的各三道菜 然后把它吃掉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我自己还要吃掉 那挺辛苦的 因为他是大胃王 所以他吃是他的特点 他是大胃王 但我已经做菜了 那你当然可以 就像刚刚文婷姐这样 我如果这样吃法 就会变成杜鞭直美 他很厉害 他怎么吃都不会胖 怎么吃都不会胖 这是很大本事 这样不是我 这个我们回来请一下 我刚刚其实在发想一些创意 刺激很多人自己去想一些创意 那你要开一个美食节目 那你开一个餐厅 那我觉得开一个餐厅 大家下午都休息 我觉得好浪费 那个空间是浪费的 为什么没有餐厅 在现场做厨艺学校 Why 然后你做一个厨艺学校 然后你又可以额外的收入 那你就可以让有一群人可以学习 又可以直播 那同时帮他们采满食物 让他们带回去自己 每次帮他们配菜 那我这个礼拜教你一道菜 其他的菜我也帮你买好 然后你就有一个 这个餐厅的一个food box 就是食物箱 然后就帮你做好 其他的已经cooking 已经煮好的食物 都冷冻好的 那是附50度的冰箱冷冻起来的 那你就提一个箱子 就回家了 你觉得这个idea如何 我们来创业吧 我今天创了好几个业 你会发现看了好几个节目 创了好几个月 感觉都是可以做的项目 对 以前我的好朋友叫孙大伟 他号称广告教父 那后来他看到网络一直绝集 他就说 还好我是以前出道的 我现在出道 我就是要 就叫 他不会叫广告教父 我就叫广告教子 都被人家三娘教子 那他后来跟我说 叫我不要进广告界 他说这样别人会没有饭吃 他说你一个礼拜来上班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可以帮你把其他的idea执行完毕 那你不要常来 因为大家会看到你很讨厌 觉得工作太多 而且会觉得自己没有太多存在的价值 结果他走了 我就没有地方可以上班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应征节目嘛 回来请教一下耿轩 就是你一定也看过很多人想要做网红 但是我想我们很多同学 他刚开始走出一条路的时候 他可能 我们想说人生其实try and error 不断地在尝试错误 那即使是我好了 我人生有没有错误 当然有啊 我从政是我人生的悲剧 而且一去不回头 大疆就是 就是这完全不适合我的工作 可是我当时的时代是有它的逻辑 就是那个时代 台湾是威权体制 所以我也不是从事政治 但是后来就莫名其妙 然后就被推到那个track 里头去 等自己醒过来的时候 一晃眼 就四十几岁了 那你人生 就这样子过去嘛 很多人就一直下去 我就知道说 停 转跑道 重新开始 然后很快的我就 2005年 我47 岁 转业做世界周报 一做就做到现在 就凡十四年这样子 那也就完全跟政治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其实人生是会不断地犯错 那你就错 一直改 错 就改 到老都不用怕 那你自己会怎么样鼓励同学们 浑身结束你也朋友做经纪人 一定有很多失败的例子 对不对 我们呢 其实我们雅虎TV自己啊 我们其实也是一路做一路学 然后呢我们等一下为民可以分享更多一些我们学习的经验 不过呢前几天呢也是在文倩姐录影的节目上 其实呢我遇到了就是 其实我跟他本来就认识二十几年来我们都认识就是小蒋 就是所谓的蒋哥 也就是呢 罗志祥 蔡依林 杨承琳的经纪人 其实那上面呢我记得文倩就有问他一句话 就说你在挑你在挑人的时候关键到底在哪里 然后呢他就说其实他一路看人 我希望我没有转述错然后文件可以补充 其实最重要他就说与其呢一个小朋友一个年轻人 他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七十分八十分 还不如他会挑一个他会挑一个人 这个人他可能只会做一件事 但这件事他可以做到九十分 那我们呢就是现在在职场上做这么久 其实有越来越强烈的感觉 就说其实你真的尤其是社会越来越分工 尤其是呢老年社会即将来临 其实你只要每一个小朋友都非常重要 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未来这个老年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那么只要你能够做好一件事 我真的觉得任何一件都可以 只要你做好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你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你就有了立足的机会 这我自己的感觉啦 因为像我们呢我们公司其实呢 就像我们其实也默默的在培养一些新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创作者 那这些创作者呢其实有一个 他其中呢他其实长得很帅 然后呢他在我们这边的点乐一直都非常非常好 然后呢他其实因为很帅 所以事实上他也被签到了民事经纪公司要去演戏 凤凤金记 可是呢当然因为可能民事一方面比较相读 他从国外回来的 然后呢他好像一直排 好像都没有演到什么重要的戏 可是事实上他是一个营养师 而且呢其实他分享营养跟健身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他在前一阵子吧 他跟我们合作一阵子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其实他去跟民事解约了 就是说他其实决定他要回头专心 来做他营养师的一个工作 而且呢他慢慢做慢慢做 他开始出书 然后呢开始分享各种营养的知识 然后每天健身 就是他开始更收拢他自己的一个职业 可是呢他的表现其实就越来越好 所以呢我其实自己看到也是这样 其实我们之前呢跟YouTube 因为YouTube的目前呢负责台湾市场的一个同事 他其实也是我们以前雅虎的同事 那有一次呢我跟卫明就跟他有一个对谈 就分析说因为呢我们雅虎TV在YouTube上 我们也算是一条网红的支线 一条支线 我们也在努力看我们在YouTube上怎么成长 可是呢他那时候就给我一个当头棒喝 因为呢我们雅虎本身是一个综合型的频道 所以我们里面放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内容 可是呢因为YouTube他的演算法 他的模式他的经营方式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我就记得那天对我来说 最震惊的一句话就是说 他就跟我说 耿轩姐你在这里面放了这么多 各式各样完全南辕北侧的东西 我觉得你们这里就像是一个云端硬碟 然后当场真的是吓到一个不行这样子 我就想说哦原来是这样 过去呢我们在经营媒体或电视台的时候 我们为了要让各式各样的人喜欢我们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会经营大量的各种不同的内容 给我们的读者给我们的粉丝 结果呢到了YouTube上 我因为跟他谈过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这条路是错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取舍 所以呢其实呢 反而是文献的世界周报会好 因为所有喜欢看的人他都是因为文献 因为文献世界周报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有关怀 有所期待 他会去看这个内容 可是呢反而放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如果我们放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的内容 反而会容易各个表现都不好 所以呢从那一天开始呢 我们就痛定思痛 我们反而变成是说 我很多东西我都不往YouTube上面放了 然后呢因为这样 我们反而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从那之后开始 我们的YouTube粉丝就开始一路的成长了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到时候细节可以再说更多 为什么这样反而YouTube的粉丝 你把它不再往YouTube上放 我们把内容做了一些挑选 只放一些改放 我们只放 因为我觉得那个概念 像我最近就常跟同事分享说 我觉得呢YouTube上呢 就很像你一个人要开店一样 你今天到底是开咸酥鸡店 还是你是开LadyM的蛋糕店 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我们过去呢 因为想说我们的user 有人喜欢吃咸酥鸡 有人喜欢吃蛋糕 有人喜欢吃饼干 于是我就把蛋糕饼干 咸酥鸡全部往YouTube上放 就变成悲剧了 你等于是把传统市场 然后7-11跟金华酒店的LadyM 放在一起卖 所以你要把它区隔开来 所以慢慢就会变成说 好那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开的是咸酥鸡店 我们就不在里面放任何的蛋糕了 那我请问你 我的节目是蛋糕 还是赵康的节目是蛋糕 我的节目是咸酥鸡 还是赵康是咸酥鸡 这个部分呢 其实应该是 赵康的节目叫做什么 你取了一个 叫做湘明来冲康 这一定是你取的 对不对 是我们同事取的 因为是 对因为其实是一个 想要做一个比较好玩一点的东西 因为赵邵康赵大哥 他在TVBS的节目 就是邵康战情市 其实做很多年了 他有他基本的粉丝 所以当他到网路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希望给他一个不同的定位 不同的族群 所以就会做得比较幽默一点这样子 对 那如果严格来说 就是文倩的节目 其实就是 其实我们有看过 我们发现呢 在YouTube上 雅虎TV的粉丝呢 相对来说 还是属于 比较知识型的一些粉丝 那这些知识大概是 经过 魏明要不要来补充一下 大概是以男生为主 我啊 不不 我说我们雅虎TV 在YouTube上的粉丝 对 所以呢我们就以经营 这个族群为主 这样子 所以才去找上了那个老赵 是吧 也对 就是所以呢 因为他在半夜 把我在Boston吵醒 说你们要找他做节目 所以我今天来跟你问个清楚 这样子 我在睡觉 他忘记我在美国 他就白天就打电话 给我半夜三点钟 我说你发生什么事 我去雅虎开节目 我说只有这么急吗 OK 我请教一下魏明 我们来大家 我是刚才是跟那个 耿轩办开玩笑 用我们手 不过我们来给同学一些 专业分析 就是说 你自己经营雅虎 看了所有的发展 然后YouTube的崛起 我先请教 就是说 我相信原来雅虎 在台湾是很大的搜寻金品牌 然后这个平台呢 后来因为演算的能力 不如Google 它马上 其实在全世界都跨 我帮所有的人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谢谢 她几乎在全世界都跨了 可是周开莲 Rose 周 她就不会觉得说 我跨了 她就认为说 我在台湾已经 还有这么多搜寻金 因此我 应该怎么办 那其实你更严格看 2000年 网络泡沫化之前 雅虎是卖了奇摩 它经过了多少路 所以到后来 现在台湾的雅虎 台湾这么小的市场 它几乎是全世界盈利最好的 这厉不厉害 台湾这么小 它几乎是全世界盈利最好的 因为它把自己彻底的转型成一个 网络上头的电视台 这样就好了 网络上头的TVBS 这样就好了 它什么东西都有 而且它也搞网红 它不断的自己进步 不断的发news 不断的干什么 什么都来 它有新闻台 有娱乐台 有综合台 有政论节目 有什么鬼东西通过都有 还有什么黄指教也在上面 我看你们什么人都有 营养师什么 就把自己弄成 薄山薄海什么东西 那因此它就脱离了原来 你的搜寻引擎 没有Google 那么广泛的情况 那Google没有什么Google News 它却有很多Yahoo News 那你们自己虽然不怎么 你们自己有养记者 又跟很多新闻媒体买新闻 然后也某个程度懂得 把它又变成一个营收 这样子 所以就是自己其实 Yahoo本身就是一个例子 你现在觉得它很大 它其实是不应该的 如果以世界趋势来讲 它应该随着Google一上场 它某个程度就要被淘汰 在其他世界底下的地方都是如此 这样对吧 可是台湾居然可以靠 台湾Yahoo靠 这么小的市场 它可以缺失全世界 Yahoo里头最赚钱的地区 所以魏敏你们几个人呢 其实贡献很大 那原来耿萱在哪里 你知道吗 原来耿萱是联合报的 所以它也是转型的 对吧 魏敏原来你是做游戏 然后又去做电影评论 对 然后现在又进了Yahoo 对 其实之前创业是开社群行销公司 蛤 就是网军啦 专门做网军的 你几岁啊 我1985年 今年快35岁 那已经创业做网军 可不可以请教你是谁的网军 没有啊 接案的啊 谁给我们钱我们就 我的天啊 但是大部分都是做游戏业的 大部分都是做游戏业的 游戏业的那 对对对 手机游戏啊 或是一些电脑游戏 不是搞政治的网军吗 不是不是不是 有些事情我们也是不做的 好 但是你35岁而已 你就简直是 你看你刚开始创业 游戏业你先去做行销 然后你把它称之为叫网军 去做游戏业 然后接着你就转到电影评论业 然后你的微博充到800多万 你的头会活的 现在一千多了 一千多万 其实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游戏软体 游戏手机 手机游戏的市场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什么 它的BAT 那个腾讯啊 对对对 是阿里巴巴做的要死 马云在那边卖了半天什么双 单身双棍结啊 那边送货送的要死不活的 人家腾讯一款游戏软体 就啪可以直接上去 当然政策一改变 它就啪直接挂下来这样 但是你就知道说 那个游戏软体的市场有多大 我有一个朋友叫丁磊 他就是网易的老板 他本来做搜寻引擎 那什么东西你做第二名就完了 对不对 那他的搜寻引擎也输给了百度 百度也是做得半死啊 然后结果后来他一看腾讯一成功 他就把他的整个搜寻引擎的会员 立刻改成游戏软体 有一度他还是好像所有他们的富豪榜里头排很前面 对不对 所以他如果没有的话 他那家公司已经没了 对 网易在手机游戏这一块 在大陆市场算是蛮独步的 对 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不要看到你碰到了天花板 你就认输 你就是要不断的突破 那一样啊 你没有增加追踪者 so what 这比那一家公司 面对人转型什么都没有了 你输掉了 来的风险小很多 那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鼓励 我觉得 这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 想要跟想要成为创作者 或是YouTube的同学们做分享 好消息是现在的这个时代 因为网络的关系 你要在网络上发表内容 你发表内容要被大家看到 是很简单的 我举个最直接的例子 在智慧型手机出现之前 拍影片它可不是一个 谁都可以很轻松做到的事情 而你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对着自己拍 它就可以有一段很不错的影片了 里面很多的运算 里面很多的剪接 很多的这个成像 其实都机器可以帮你完成 那就是好消息 所以你可以更简单的去发表你的 所以你可以更有办法 持之银行的去发表你的内容 直到它红起来为止 但是有一个坏消息是 大家可能看到市面上 台面上很多红的创作者 成功的创作者 可是其实大家没看到的事情 是沉在海里面的更多 那当创作者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 就像刚刚李玉讲的 它是一个缺要有耐心的 它是一个长期的战争 在YouTube 其实YouTuber这一块 其实很少冲作者是突然间爆红的 比方说今年爆红的 我不想到我们听过 有一个叫很爱演的频道 他们差不多做了三年 他们最近这半年才爬起来 比方说像古阿摩 古阿摩他直到出第二十部片 他的观看数才突破了十万 在之前都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大部分都是这样红起来的 所以你必须要 真的是必须要努力的做 持续的做 然后如果今天你做了很多 发现你的内容 真的不讨喜不喜欢的话 那你可能要重新回去思考说 如果你还想要继续创作 那你想要做的内容 它应该要是什么 这样子 我刚才很多问题都集中在他们二位 李渔你会觉得我冷落了你吗 不过我觉得我学要超多的 我觉得是 我丢这个问题就是要告诉各位 有的人是李渔的话 他坐在旁边 他就觉得 I'm not a spot 我不在这个场合里头 然后这个话题我插不进去 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安 可是我觉得你非常地自在 就跟你坐在台下一样 就一直看着他们 所以我就注意到你的表情 然后我就刻意让他们一直讲话讲话 然后我来问你 其实这对很多同学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他其实在这个场合里头 他非常自在 所以其实自在使你成为一个 整个部落客的负责人 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吧 我觉得有可能 不管是面对很多人也好 面对一个人也好 我都还蛮自在的 好 我们下一个题目 请三位发想 上我们节目 在我们这里好像有点辛苦 像上MBA不断的case study 如果让你行销一个便当 因为它要结合文创跟饮食 我们这里有好多文创的跟建筑的 跟各个不同经济系的 通通都有 那如果让你行销一个便当 这个便当已经涉及到设计 涉及到管道 涉及到东西好不好吃 涉及到故事性 对吧 一个便当 一个便当 那这个产品本身 它好不好吃重不重要 因为我现在发现大家太重视故事 太重视包装 然后我吃一口 啊 给我拍一遍 给我拍一遍就不会吃 这样子 会嘛 那我觉得可以 最后你还是会回到那个品牌 比如说我去买那个7-11东西 因为我们家里有很多不同的助理 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要买一些食物 让它们方便 那我去买的时候 我就还是要买同衣啊 买义美啊 其他我就说这个我没有把握 我不要买 所以品牌还是很重要的 那现在的网红经济 或是UberEats 可能最被别人诟病的 其实UberEats他们很傻 他们应该在他们的UberEats里头 外卖之外 他们每一年要评审 类似像米其林的 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这样子 然后三颗星也可以从缺 它应该有一个好的美食评审 这样别人在订的时候才不会乱订 然后订完会觉得难吃 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送的原因 做的原因都分不清楚 这样子 我这样讲对吗 卫明 有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做平台的一个金科玉律 Curation 这件事情 是做平台最重要的 是吗 你要把你的平台里面好的产品 你要想办法把它策展出来 推给对的人 那你刚刚讲的 其实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假设有一个餐厅 我们再结合一个概念的时候 它刚好有一个菜特别好吃 它该不该把它做成一个便当 该或是不该 因为做出一个便当有一个好处 因为这个便当可能它是要进入 不是在一个实体餐厅的行销管道 然后呢它又是这家餐厅的名声 它就啪就打出去了 那缺点就是别人可能拿到了 就不太需要来你的餐厅吃 可是我觉得餐厅吃跟送到你家本来就是两回事情嘛 对不对 它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经验这样 好 那我们来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概念 谁先开始 鲤鱼先开始好了 行销一个便当 我看你在想怎么办 我每天都叫Uber Eats OK 对 因为 不好意思 然后我最近发现一个Uber Eats很棒的东西是 这个我觉得可以使用的是 它在店里面卖的东西跟它送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因为送出来当然有温度的考量 跟有你真的吃下去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 所以它不可能是像餐厅里面现做好 乘上来给你这样的菜色 但它送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去想说是哪样子的人会叫外送 什么样的人 他可能是工作很繁忙的人 他可能是有某种需求 但不想要自己执行的人 像我就是我很想要吃健康便当 我很需要维持一些身材 所以我不能直接叫猪排便当或者是牛排便当 我一定要吃健身便当 那健身便当送出来的时候 当然第一个像会叫健身便当的人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从事一些 比较跟外貌相关的事业 或者是广告事业 这种需要一些外表呈现的人们 不只啊 你包括呈现去健身中心的人 他们不管外表多差都会去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相信说 你的健身的肌肉 其实那个蛋白质 会保证你的身体健康 对 所以连很多老年人都跑去了 对 现在gym就是一个 从年轻一直流行到老 没错 老的是怕死 年轻的需要六块鸡 女的也需要全部都是变成健康美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是很大 市场很大 但是健康便当 对 但我拿到便当的时候 我也希望它是给我一个 诶 我还不用打开 它就让我觉得很健康的感觉 它可能是用再生纸的盒子 然后再生纸的盒子 它又有很多打开的方式 等于说它是一个纸盒 但它拆开后又变成一个盘子 它可能附的餐具都是 再生的餐具 它可不可以给你一个餐具 这个餐具是重复使用的 我觉得这样更好 比如说如果这个Uber一次 你有一个account 然后呢 你如果每次叫便当的时候 你就同时还给它那个便当盒 而且是你的account里头 这个户头账户里头专属的 那你只要连续使用十次 那可能会坏掉了 它如果连续使用十次 它把你回收的时刻 它会送你一个东西 对 对 那也挺好的 那有的时候是Uber一次 他送出来的时候 他给我一个coupon 让我回到他店里去消费 这个东西我也很喜欢 等于说我吃了你的便当 我很开心 虽然说它不是一个热菜 它不是你最畅销的东西 但是你给了我一个promotion 一个卡片 让我知道了这件事情 那在选食物的时候 他就应该考虑 透过运送的过程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冰箱 你要做成便当来卖的时刻 你不可能都是最热的状态 所以它有一点温度降下来 或是它只要再进微波炉 它的美食是不会消失的 那不是每一个菜都可以这样 所以一开始你在挑选便当的时候 你就要挑选这种类型的 是可以被热过的菜 像炸竹排就不行啊 没错 它一旦热了以后它就会软掉啊 对不对 那炎酥鸡也不行啊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想好是什么样的东西 是热了以后味道不会跑掉 而且还是很不错 或是冷掉后也很好吃的 这种我都蛮喜欢的 好 我觉得魏敏一直在沉思 换你给答案 因为我一直想不出来 这题到底要讲什么 所以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 通常我们在做一个东西 产品的行销的时候 通常还是会先从TA开始想 就是TA 就是我这个产品究竟是要做给谁吃的 那我今天做一个便当 那其实便当很多不同的类型 它有些可能需要 假设我今天是需要让人吃了有精力 我要做体力活的话 我可能饭要多一点 那假设我今天surf的对象是 可能办公室的白点上班族的话 我可能就是要健康一点 或是要精致一点 不一样 但是便当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 比较需要讲求地域性的东西 因为它真的毕竟还是有温度的问题 因为台湾人其实不太习惯吃 像日本人这样吃冷的便当这个东西 那如果是地域性的话 我可能会倾向用空站跟路站 并行的方式来做这个产品的推广 首先我会在 我可能会用一些广告平台 比方说像Facebook这样的广告平台 去在网络上铺垫我这个产品的知名度 那同时我当然会依照我的设定的TA 比方说是工地 办公大楼 还是什么地方 我可能会去做地推 我的想法是比较传统的 地推 对 就一家一家去拜法 或者是说我可能准备试吃 或是我直接在这些地点 人潮具体的地方我会去卖这样子 对对对 对不起不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答案 因为你是很 你是一个办公室的人 所以你就觉得说你不吃这一套 对不对 你觉得好吃很重要 因为本公司的服务非常好 每天都提供很多的免费午餐给大家吃 所以我们真的比较少有订餐的需求 这样子 耿轩你对这件事的想法 耿轩你对这件事的想法 其实我看过日经严选有一个报道 他其实呢 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看他这类型的内容 他讲的日经 他讲的日经 你这个有代沟 日经就是日经新闻 对不对 然后呢 其实那个商业杂志每一次都会有一些 特别针对就是这个 他们里面的特别好的内容 会做一些分析 其实里面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其实呢他们一直在分析 其实台湾也即将的步入老年化社会 那步入老年化社会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独居老人 我要讲的意思说 我在思考便当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让我想起了 他们就在讲到说 非常多的日本的老人家 他们可能都是独居的老人 然后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在点菜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遇到一个困扰 那什么样的困扰呢 就是说我只有一个人吃饭 可是呢我为了要均固我的营养均衡 我希望每一道菜都是非常好 非常小量的菜 所以呢他们其实就在讲说 所以呢他们是用这个地区的超商 就会发展出他们非常多 像是九宫格式的这样的一个便当盒 那这样一个便当盒里面呢 每一个小格里面的菜的分量 都是非常少的 但是呢当老人家或是一个人 你是单身族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的社会趋势也是这样 就是每一户的人口一直持续的在减少中 所以呢其实可以叫非常非常多大盘的菜来吃 这样已经逐渐的会越来越没落 会变成一个越来越难得 会有这样的趋势跟机会 反而来取代 取代来说反而是家户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少 甚至单身的人口 独居的人口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就会变成说他们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利用这个家附近的便利商店 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销售点 然后对老人家来说前进也很方便 或者是你要叫菜也可以 那么它的便当的形式就是一个的概念 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个人吃 你也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菜色 那我那时候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感动 我也觉得就是说 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很多 对这个社会趋势的掌握跟关怀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有想过说 如果有一天我要做便当的话 我就想要做出像这样子的一个便当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便当 因为我就记得 我大学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营养学的老师 他就说其实你以后 总有一天你会忘记你在这个课堂上 所学的一切的事情 那么你要记得什么 你只要记得每一天 你能够尽量吃多样化的东西 你就尽量吃多样化 这样对你的健康是最好的 然后他那时候就说 你一天人最好一天可以吃到 35样的东西 那时候我就想说 哇怎么可能吃那么多 所以呢我有时候 35样 就是每个东西都可以少一点点 比如说你吃坚果 你吃九种坚果 你就吃了九样 就是一个一颗都没有关系 他就说你可以尽量吃多样 但少量的东西 所以呢我有时候心里 就真的我真的把它刻上 所有教的东西都忘掉了 但是我都记得说 因为人是杂食性的动物 所以我就想说 那如果将来就是这个社会上 真的大家年纪都越来越大 走不动了 然后呢又需要一个人吃饭 那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这样子的便当 对 我们会不会人类有一天走到像我的狗一样 就一大包狗食是烘干的 然后痘痘拿出来丢到碗里头去 再加加水再泡一点东西就可以吃了 这样里头有所有你需要的营养啊 这个也有 我记得美国但我忘了他的名字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创业的时候 所以文倩真的有非常多有趣的创业想法 我记得我看那个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妙 他就说他跟我刚刚讲的故事完全相反 他认为吃饭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 太浪费人生了 如果每一天吃饭都要去排队都要叫菜 实在是很浪费 于是呢他就把它设计出一包像粉一样的东西 里面他认为包含了人类所有的营养素 全部都融合在里面 他就是一包粉 然后呢他觉得就把那一包粉只要用泡来吃 然后他觉得这是最有经济效益的一个午餐的方式 那你想要再吃别的东西是自己再去找就好 对对对 但是你的就解决了你的基本的营养的问题 然后我记得那个公司就是后来好像在美国 也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样吃真的很方便 所以他就拿一包出来泡一泡就可以了 应该有一家公司叫Beyond Food 对不对 现在叫Beyond Meat 应该有一个Beyond Food的这个 我刚才特别提便当 因为台湾人受到日本人影响的关系 这个Bendon文化 就便当文化 虽然我们不习惯跟日本一样吃冷的 可是便当文化在我们的文化里头占非常重要的比例 这个在全世界是没有 你再回想一下我讲的话 你在中国大陆有看过便当吗 香港有便当吗 美国有便当吗 再想一下欧洲有便当吗 俄罗斯更不要讲 俄罗斯人更不会吃饭 他觉得吃很可怕的腊肠 德国也没有 我们是完全受日本人的影响 所以便当是我们的文化中的一种 然后我们又受不了冷的便当 然后台铁便当 那个时候整个就开启起来 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加工出口去门口 就卖一盒一盒的便当 然后办公室一盒一盒的便当 然后我们就一直以为 它是一个传统文化 是也不是 它还是一个外来 然后最后我们自己又把它 把它本土化改成 刚好跟我们的加工出口区 跟我们很多事情结合在一起 很多说要去外地的人 那时候坐火车可不是高铁 我光是从台中 我的时代从台中坐车子到台北 就要三四个小时 坐很久啊 坐好几个小时 坐到天南地北我都忘记了 可是我记得每个车站都有人在叫卖东西 那个叫卖的味道好好啊 因为它这是背一个东西 就是两个背袋 然后前面一个盒子 然后就一盒一盒的台铁便当 都看起来都热腾腾的 其实比现在在那个店里头买 那种感情觉得好非常多 然后你就买了 然后热腾腾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台湾的铁路 都有泡茶 一个杯子 然后茶叶 然后一来就有一个好可怕的热水 咻 就给你冲下去 我每次都快闪开 就怕那个玻璃杯 因为那个玻璃杯 其实做得不好 朝上就碎开了 它品质控管得不是很好 可是那个年代想起来 这还是很特别的记忆啊 所以便当本身是台湾文化的一种 台中附近有一个民宿 应该是在竹山 叫做天空的院子 那天空的院子呢 刚开始是文献社交报报道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看到金融海啸 很多年轻人在创业 所以我们去采访了他 因为我们知道 他那里有一个竹山的百年房子 那我们去采访之前 他们没有什么人 那他可以 我们报道他可以有一个点 绝对不是那个竹山的百年老房 那个老房子到处都有百年老房 或是那个老房没有特色 只是那个竹山的何培君 对这个记忆很强 然后他很有感情 甚至很感动人 但是你要在台湾找很多 八十年老房 一百年老房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那个房子没有特色 最大的特色是 他妈妈做的那个幸福便当 他妈妈做的那个幸福便当 外面就 就只有住那个民宿的人可以吃到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说 你何必来民宿才吃到 你就去那个火车站卖啊 火车站的人就知道 有你这家店 你在深山里头怎么办 你搞你的蚊子电影院 就真的没有蚊子在看你 那后来我们报道以后 因为他那个民宿没有多少人 就可以住满了 就很快就全部都订满了 之后我看到台中市有一个建案 根本就叫天空的院子 然后我后来就知道他大红 然后他还那个时候就做大梦 还做社区营造干什么干什么的 当然他们也很惨 后来又碰到了莫拉克风灾 又碰到了很多问题 现在又泡到了火力发电的污染 所以就使得天空的院子 天空没有那么蓝 即使他是在南头竹山那个地方 不过 不过总之他在台湾 我们现在讲起他是谁 大家都晓得 所以他是从一个便当 可以发展到很多的概念 所以我看到他的例子 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便当本身结合了什么 你们现在有很多人是学文创的 他结合了文创的设计 他的设计其实很特别 很重要 如果你可以做得好 然后他的概念不只是美 包括像李渝刚讲的 他是健康的人 所以他重视环保 然后我们现在很重视塑料回收 我刚刚提了一个概念 你如果都有交回来 我给你一个coupon 某个餐厅的coupon 或是我就给你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地球的礼物 那都很特别 我可以发一个认证给你 通通都好 那你就是塑料大使 就是地球就是减少塑料大使 通过都可以弄一个简称 那无论如何呢 就是鼓励很多人可以 有一种概念 是一种健康类型 或是环保类型的便当 但是要健康 尤其要好吃 我觉得这个泰文里头是泡不掉的 尤其它的食物本质 就我们刚刚讲的 它的产品 比如说烤鸡 烤鸡是可以再热的 因为现在micro-life 烤过的东西再热 就不会难吃 但是如果是炸的东西就不行 所以你就要想像说 哪些东西 它用什么样方法 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 很多人是不会用微波炉 不知道这个便当要热几分钟 所以你为什么不在上面贴一张贴纸 我其实常常在看这个事情 就上面贴一个贴纸说 你放到微波炉 然后设定 如果是一般的微波炉 设定几分钟 它可以完全熟透 你觉得有没有需要 魏敏你觉得有 有 我觉得非常需要 尤其是我们这种工作 常常忘了时间 一个便当摆在那边 是冷掉的人 确实是非常需要 你其实热的时候 常常热不透或是半 或是不够 或是它会焦掉之类的 蛮容易这样 然后它会告诉你说 你拿一个湿纸巾沾多少水 然后上面只要总共热几分钟 教你上面那个怎么样热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我发现现在所有的便当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又创了一个业吧 我们便当 你要不要跟我合伙 太多项目了 我可能 没那么多资金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游戏 叫做便当的游戏软体 你就开始做便当 然后看看 然后加哪些菜 然后好几个一起竞争 开始拿一个加的菜九宫格 做菜更快 这也是一个游戏软体 为什么没有人把 为什么游戏都是在打架 它搞到世界那么暴力 为什么游戏不是在做菜 有没有做菜的游戏啊 最近有一款游戏还蛮红的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它叫Overcooked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做菜 你看 在厨房里面不需要合作 最近才有 有没有游戏搞了吗 20年还不如我老太婆 乱讲两句话这样 同意吗 对对对 我们有没有开玩笑 OK 那我们最后来做几个结语 好吗 来下一个 网红经济与客服 这个很重要 来耿轩开始 客服 你一开始就讲了奈米经济 奈米网红 所以让人家喜欢 客服的意思就是 我这个老太太讲的就是 你跟他 除了互动 然后他的抱怨 你可以及时回应 他的一些 你的错误 你要赶快地面对这些事情 哦 了解 对啊 其实过去有很多的例子啊 就是客服 就是这个客服 应该是比较广义的客服 客服做不好的话 下场就会很惨 那可能现在在座的同学 比较年轻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没有很久以前 其实呢 全联社的小编 本来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全联社的小编呢 其实是奥美代操的 那就是奥美是一家 台北就是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 是一个很有名的广告公司 那因为全联社他本身就是 是做这个 就是 怎么讲 流通业 他并不是擅长这方面 所以他就找这个奥美帮忙 可是呢 就是因为 不是他们自己做的 就是因为不是他们自己做的 所以这中间呢 就会发生了一些落差 就会变成说呢 当时的那个全联社总经理 是徐从仁嘛 那他其实他也是好心 然后呢 想要提醒年轻人 叫年轻人要认真努力 不要常常出国 好啦 那这句话呢 就是引起了 当时立刻引起了 年轻人的反弹 然后呢 下面就有在这个脸书上面 就非常非常多人 就在抗议他的这个说法 然后抗议这个说法之后呢 然后呢 全联的小编就做了一件事 就做了什么事呢 他就竟然去把这些抗议的文 都删掉 然后删掉之后呢 就引起了更大的轩然大波 然后呢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呢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企业工作的人 我们就很了解 因为通常呢 如果你不了解社群 你不太知道社群怎么操作 你虽然是代操的 但是一出了事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很紧张 就一定会回报全联嘛 那通常全联社的人呢 他们也搞不清楚社群 他们一定是想说 好那这个事情一出现 发现怕被老板知道 怕被老板骂 或者是老板竟然被骂 他们做暑假的第一个心态就是说 那我们先把他砍掉再说 可是呢 这样子的行为在社群上是大忌 因为通常呢 在社群操作的时候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你一定要非常诚心诚意的 跟你的社群上的每一个朋友 认真的沟通 而且呢 绝对不能去删掉他批评你的文章 如果他批评你 基本上你就要认错 或是跟他对话 就是绝对不能去删他的东西 那因为全联社呢 的小编本来是非常非常红的 可是呢 他因为就是在社群上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 有两三件事 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之后 整个全联社小编就立刻 就是被年轻人打入冷宫 而且是变得非常惨 所以后来呢 他们应该也就是跟澳美也拆伙 我就不敢再做这一块了 因为本来他们操作的 非常非常好的时候 是在社群上 大家一起趁热度 整个把全联社的品牌都拉起来 可是呢 问题是他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的应变能力 因为他实际上 并不是由于 由真正的这个全联社的人在操刀 而是由人代操的 所以就发生了 这种误判的状况 我想请问就是为什么会那么严重 我想不通 可能我是老的 那我跟你互通 这个你请你指证 我们现在陆委会一开始 对于存同家命案的反应也很差 为什么一个小朋友要反应 比我们陆委会主委好 他也不是陆委会主委 是整个陆委会跟我们的国安系统 就是说他的反应 不是说他的决策 而是他的回答 那我们连最重要的政治领袖 或是最重要的一些政府官们 一些很有经验的人 都可能在一些事情里头 回答的不是很好 不是说他的答案不好 而是他的回答方式 因为他的出发点也没有恶意嘛 就跟徐冲仁一样嘛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叫轩然大破 而且网路上我觉得得理不饶人 或是不见得理也不饶人 这件事情是我不喜欢的 所以抱歉 世界之报我们也曾经 就是直接全文删光 抱歉这样子 就是我就觉得 我不需要你再见 那这为什么会轩然大破 因为第一个就是 像我们有一次就是 物载 因为我们一个欧洲的 其实是办义务的 他是帮我们抓Euronews 然后因为我们 英文还可以 我们的法文 德文拿得那么好 所以就由他来统合 那他抓的时候 对方在勘载的时刻 就没有把台湾跟中国分得很清楚 这很容易犯了 然后就把一个红酒比赛 也没有翻译得很专业 因为他也不懂红酒 那我们哪里懂啊 我们可以check 我可以看到他的原文的时候 我知道他会犯错了 他如果把这个 ISIS的头目巴格达迪翻出来 这个我会知道 他把川普的哪些事情 他哪怕时间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脱欧不对 这个我可以管 我哪里知道什么红酒的 评审什么东西 但是他刚好最敏感的 就是跳动了两岸 就是把台湾得奖第三名 中国大陆是由法国人领导 得了台湾第二名还第几名 我忘记了 然后结果他们的贴文本身就出了问题 然后那个贴文不是一则 它是二十几则 Euronews里头其中一项 然后就拿出来 就一堆人就一直来骂骂骂 那他骂是有道理就是更正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更正 有些人但是他就是骂得一塌糊涂 你要道歉你要干嘛 我火大就把他整个删掉了 因为我又没有提供你新闻的义务 不要看算了这样 然后有的人就会直接跟我说 你好大胆 那我就说抱歉 我们没有恶意 因为这是我们欧洲的小编给 那他跨很多语言 那很可能有些翻译上他会有错 我们也不是红酒的专家 那一个方法就是以后 生活性的新闻 我们都不要等 可是这也 你不允许人家犯一点小错 那只是这个小错你认为是大错 可是他原来的原文就是有错 可是我们的中央社是有报道 可是我没有在看台湾的中央社 因为我没有在看台湾国内的新闻 所以我没有那么注意这件事情 那你说错了你就把它更正 更正也不行 说要道歉 我不肯道歉 我可以说抱歉 可是我不肯写一个道歉文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勾引突发 所以到底 为什么这个事情要悬然大破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会得罪客人 可是我觉得徐冲仁 他的原来的发心 可能他有世代的沟通问题 他的发言方式有问题 他可能想替年轻人好 可是他不了解年轻人出国的时候 他的目的 或是他讲的也不完全是错误的 OK? 那这个情况里头 你像美国的年轻人哪里出国 我讲实话了 美国的年轻人每个暑假都在打工 我弟弟小孩 他们都是这样 我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不在暑假 赶快去做intern 他们毕业就会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每一个毕业的工作 都是用他暑假的intern去累积累积 那都没有薪水 结果他一大四毕业就立刻就有好几个工作在等他 每个工作都要看你每一个暑假里头的实习 所以徐崇仁可能是从国外的经验在谈这件事 那也很可能他忽略了台湾没有很好的实习机会 台湾也没有那么多的公司 愿意给大学生实习 然后毕业的时刻这些实习经验 可能是把这些人拿来做真正的实习生 而不是拿来真正的在公司里头操作 所以这些实习经验对于他们将来的就业 可能关系不大 所以他可能没有去理解台湾的真正的学习环境 不像美国那么好 反而他们在台湾很可能就躲在这里 然后出国还可以打开视野说不定 所以他讲这句话本身 有些人触怒了 因为台湾并不是真的那么明显的 你透过每个暑假的实习 你真的可以在就业的市场里头 得到很好的培训机会 那可是你这些话讲这样子 就好像不行嘛对不对 这合理吗 李玉你觉得呢 李玉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两个受众不一样的关系 因为文倩姐你的平台 留下来的都是想要获得更多知识的人 尽管你把那些东西都删掉 但是像全联他的这些 跳出来骂的就是他最直接的客人 他就是会最直接影响在他的销量上面 你不觉得吗 因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会逛全联 不是不是我不同意啦 我不同意的原因 其实那些留言一直骂你的人 永远不是社会的多数人 我常常跟很多人讲 就是你不要把那些批评的人 轩然大破当成大破 它就是茶壶里的风暴 格勋同意吗 我同意啊 其实网路它有几个特性 它通常会反应的过快 有时候它会反应的过激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文章 或是很多事件的风向 那是有人可以去刻意去带去操作的 比方说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它底下的几个反应是什么样子的风向 很大程度就会决定 接下来往哪个方向去烧 所以其实对于这种 我们说的公关危机啦 或是这种事件 其实最好的处理方式 通常都是冷处理 因为它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它自己会消失 那可是其实像文章姐 您刚刚的那个做法 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你就是你啊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 我就是这样处理 那我自然而然会受到另外一批 跟我有同样共鸣的人 来支持我的立场 跟我的作为 可能反而会更加巩固 你原本的这个粉丝 跟这个状况 对对对 我不觉得我们的关注者 是因为来看 红酒比赛的关注者 那全联的关注者 去买东西的人 也不是整天想旅游 出去旅游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开旅行社的 这是我跟李渔看法不同 这点我讲的对吗 那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做网军的 我只能跟各位说 网军是无所不在啊 就是有些时候 虽然你可能没有特意要做 什么样的舆论操作 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会帮你做啊 我懂啊 他们又藏在这个网路就是藏得好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在操作 谁没有在操作 就是冷处理最好 对对对 但是我可能还是要回到 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克服这件事情 其实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建议 我们在做创作者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粉丝或观众之间的 那个关系的心态 是用生产者跟消费者 用贩售者跟被贩售者 这样子的关系来做思考 其实网红跟他的观众之间的关系 应该比较像是一个喜欢分享的朋友 跟一群喜欢聆听的朋友之间的关系 你用分享的方式 那今天跟你的观众 你的粉丝 他如果是你的朋友 他对你的作品 他对你有一些期待 有一些需求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很乐意去满足他的期待 所以你们之间的友谊 会更加的这个巩固 那刚刚文倩杰有讲到 就是有一些留言 你可能就是hater hater无所不在 他们就是不管怎样 他就是要攻击你 那我觉得一个成熟的 一个好的创作者 其实他就是 他可以学会 哪些人是他的朋友 哪些人是hater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要把黑你的人 当成真正的百分之百 你要分辨一下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不认为他是全联的消费者 全联真的需要处理的是 他有一个产品 如果出现了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 对吧 像以前在经营古阿莫频道的时候 hater超多 因为他本人其实蛮有争议的啦 他做了一些影片评论蛮有争议的 蛮有争议的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也是 尽量的去听取 真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建议 我们可以做改进的 对于那些单纯的谩骂 或者是对于那些单纯的那个 基本上就是 让他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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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对 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就跟他写 他写留言我后来看了 那因为我们没有人 那个礼拜天嘛 大家都在休息 我们礼拜天礼拜一是放假的 所以才会用欧洲的小编来补足 然后呢 我就看他骂成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既然这样 我跟你十九条 快要二十条欧洲的新闻 有一条犯了错 这个错刚好是你们很敏感的神经 which 我认为很简单的更正就可以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你在上面就是要撒盐撒血 我觉得这干脆整篇大家都不要看好了 因为我不想删批评的那个人的留言 我觉得要删就全文全删 不要删批评者的 你同意吗 葛萱 要删就全文全删 我曾经跟你们的网军打过一次仗 应该不是我们的网军 不是你们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个 跟网军作战的最聪明方法 后来是卡神跟我说 就是他看过最聪明的 对付网军的方法 是他说的 一个很不知道什么鬼东西 他们就乱捏造一件事情 就说网军无所不在 然后呢 网军不在 他就那种就是 大骂 然后我就看看 因为我知道网军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十几个账号 我看看你这不过多少人 然后我就意识到 这里有三四万个人按赞 你批评有两千多个里头 有一半是一千多个是在骂 那骂的那些人是要写字的 按赞只要按赞 所以我的方法是什么 你骂我的内容 对不对 那我又没有错嘛 我就把全文献copy 贴上去 新的嘛 然后就把旧的全删掉 所以他骂我的话都不见了 称赞我的话 所以称赞你的只要按赞 骂你的话就要一直写字 那我每个小时就把手机拿来 再贴一次 再全删 再贴一次再全删 总共三个小时 那些往前就跑光了 因为他觉得你太麻烦了 这样可以吗 魏敏 我都觉得就是 各种处理方式都是很好的啦 对啊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处理方式 这让我想到这两天 这个可能同学们没有注意到 其实韩国瑜呢 他们有推出一支APP 叫做一只穿云间 然后呢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呢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韩粉呢 可能不是这么会操作社群网路 所以他们就在APP里面做了一个功能 就是你只要长按 你就可以复制那个解释文 就是不管别人骂韩国瑜什么 他们都有发展出一套解释文 然后这个解释文呢 韩粉只要按一下就复制 复制之后就可以帮你贴到 各式各样的社群社群社团去 所以其实非常妙 所以我刚刚文倩 刚刚那个就让我想到 就是其实一只穿云间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APP 大家可以有状态去看一下 他就是教你如何有效的 迅速的快速的抵抗社群上 对你的各种攻击 很好玩 我没有像他这样的 我那是小诗一桩 只是我觉得他们太疯狂了 那我一看就知道是网军 后来他们告诉我 看起来一千多个留言 多少个人在攻击你 三十个 三十个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账号 我看到文章 批评的内容都同样的 我又不是傻瓜这样 对吗 他批评都一样 而且他骂人的话很难听 戚女 老女人 胖女人 这怎么还给他溜着 我当然给他全文删掉 因为他们会故意想要激怒对方 当激怒对方 对方如果失控的时候 他的行为会浮入在他的粉丝面前 他会降分 这是故意的手法 所以我把他删除最好 对不对 你不理他 或是你要删掉什么的 基本上只要你的粉丝 可以接受这种做法 其实怎么做都无所谓 没有 我的粉丝觉得我很棒 我把他全部删除就造天 奋战到底这样 这样就尽量删 对 因为你要抓住一个差别 因为按赞比留言骂你快 你按赞就四万多个 那留言骂你他要写字 他很辛苦 为你这样 教这一招不错 对 我可以 下次我们有遇到的时候 可以来用一下 刚才同学不是觉得我们讲话没意思 他们五点到了就下课了 所以谢谢最后留下来几位 我们大家做一个结论 今天上课上到这里 那我们其实我自己都学得非常多 我学得非常非常多 真的好 谢谢三位 谢谢两位从台北来的贵宾 我也是从台北来的 你也是从台北来的 对 我也从台北来的 我以为你妈在台中 你也在台中 对 我住台北 OK 好 抱歉 没关系 那我们待在之后 给大家一个goodbye 或是什么ending whatever you want OK 再见咯 哈喽 网红小姐 你们两位 来 今天也谢谢文倩 也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跟同学聊一聊 我们也觉得很有趣 希望我们的一点分享 对大家来说是有一点帮助 毕竟我们在网路界也混了一段时日了 这样子 对 希望将来也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服务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有陆续推出 非常多的这个创作者的内容 我们一直都有在增稿 也欢迎大家来投稿 然后我们会从中间挑出很多 很有创作很有潜力的创作者 我们都有一直在持续的在扶植他们 他们要投稿投到哪里去 你讲 其实我们 来 好 请在google搜寻这个 YahooTV千元真稿 那你可以把你做的所有的影片 你只要不违反什么 是拿暴力啊 社情啊什么这样子的 规范的影片 投稿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每天 就投稿内容进行挑稿 然后被我们争选上的 会在我们的粉丝团做曝光 那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 就是一笔小小的奖金这样子 多少钱 一支有被选到的话 一支是一千元 对 考虑我也来投一次 任何的东西 你的Vlog 或是你的剪接过的影片 或是什么随便都可以 就是你觉得你有兴趣你就可以投 我的狗可以投稿吗 当然可以 那你的钱会给我的狗吗 我们还是会转交 转给您本人啊 对啊 看你要不要转交 可是他可能表演是其中一只狗啊 你可以替他买罐头之类的 好 我还是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非常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 都想要当KOL KOL其实是 Key Opinion Leader的缩写 所以大家想要做网红之前 可以先好好地思考一下 你的opinion 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去follow很多漂亮的 或帅的 或者是已经成功的人 他们成功的模式 可以发拓展一下自己的独特性 其实我觉得做网红最多的是了解自己 到最后你会变成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人 所以我其实非常地鼓励大家 可以来加入这个产业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三位 谢谢两位同学 辛苦的主持 谢谢你们二位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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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